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历史的迷雾 揭开十大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 每一个故事都让人忍不住惊叹 这世界真的只是偶然的组合吗? 还是说,背后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推动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个巧合,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这场悲剧发生在1912年 然而在14年前,一位名叫摩根·罗伯逊的作家 却预测了他的发生 他的小说《徒劳无功》描绘了一艘 名为泰坦号的豪华邮轮 撞上冰山沉默的情景 这还不是最惊人的地方 小说中的细节竟然与真实事件高度相符 两船的长度,吨位几乎一致 甚至连救生艇不足 这一致命问题都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不可思议的预见 第二个巧合,关于美国历史上 两位最著名的总统,林肯和肯尼迪 他们的故事听起来简直像一面镜子 两人都在星期五遇刺 都死于头部枪伤 且都是在身边妻子的陪伴下遇难的 林肯的秘书姓肯尼迪 而肯尼迪的秘书姓林肯 两人分别由名字缩写为LJ的副总统纪任 更不可思议的是 林肯在福特剧院遇害 而肯尼迪遇害时乘坐的汽车 正是由福特公司制造的 这一连串相似 是否预示着命运的循环 第三个巧合 穿越到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时代 这两位在历史上引发巨大争议的领袖 命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 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 相差正好120年 拿破仑在1800年前后崛起 希特勒则在1920年前后登上历史舞台 也刚好相隔120年 他们都带领军队入侵莫斯科 却都在严酷的冬季被击溃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对称 让人不得不思考历史是否真的会出演 第四个巧合 关于罗马帝国与美国的建国时间 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的过程 用了大约244年 而美国从独立到现在的发展轨迹 竟然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强大的经济扩张到内部的政权矛盾 两者的发展脉络 仿佛由同一本剧本写究 难道说文明的兴衰背后有着某种规律 第五个巧合 让我们回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 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但你知道吗 在北欧的维京历史中 也有一场被称为赤壁战役的海战 发生在峡湾 两场战役虽相隔千年 但胜利的方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都是利用火攻 重创敌方海军 这种巧合 让人感叹战争智慧在不同文明间的共鸣 第六个巧合 关于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这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 竟然有许多细节巧合 他们不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甚至在某些艺术主题上也录出一辙 比如两人都创作过 关于最后的审判的经典作品 尽管表现方式不同 但在主题的深刻性和艺术表达的张力上 却出奇的一致 这种心灵上的同步 让人不得不怀疑艺术的灵感 是否存在某种看不见的纽带 第七个巧合 穿越到现代战场 二战期间 一位英国士兵在诺曼底战役中 竟然在战壕中发现了一枚徽章 这枚徽章上刻着他的名字 他一开始以为是敌人的挑衅 但后来得知 这枚徽章竟然属于 他在一战中牺牲的父亲 两次战争之间的跨越 竟然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 联系在了一起 第八个巧合 关于音乐巨匠莫扎特和贝多芬 莫扎特去世的那一年 正是贝多芬第一次 被引荐到公众视野的时候 两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但在推动音乐发展的道路上 却有着共同的革命性 或许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接力 第九个巧合 与天文现象有关 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为76年 而在历史上的每次回归时期 人类社会都发生了一些 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事件 从古代的战争 到现代的科技进步 似乎宇宙的运行 真的能与人类历史产生共振 难道天体的轨迹 真的在影响地球上的命运 最后一个巧合 关于基因的神秘力量 科学家在研究人类DNA时 发现了一段神秘的遗传代码 它几乎存在于 所有现代人类的基因中 却无法找到明确的来源 有学者认为 这段代码可能源自远古病毒 也可能是某种超自然现象的遗留 无论如何 这种巧合让人类起源的故事 更显得扑朔迷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十大巧合 你听过几个 哪一个最让你感到不可思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 别忘了点赞 关注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